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澳洲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社会新闻 澳宝塔的建筑商Icon周一宣布 其工程承包商已于上周五完成了澳宝塔部分公寓的加固工程及检查工作 有50名住户可随时重新入住 同时Icon表示 本周六将开始停止支付这50套澳宝塔公寓业主和租户的临时住宿费 去年圣诞前夜 澳宝塔爆出墙体开裂的安全事故 引发了民众对该公寓大楼可能倒塌的担忧 大楼住户随即遭到紧急疏散 据悉目前仍有约170套澳宝塔公寓的住户未能回家 在此之前澳宝塔仍需要进行大量的修复和加固施工 墨尔本唐人街多家知名餐馆联合抵制 在区域内开设一家非亚洲餐厅的规划申请 认为这会破坏这一历史街区的氛围 相关地块目前被用作停车场 规划申请人计划将其改造成一家可容纳200人的露天餐厅 提供CBD所需的饮料食品等餐饮服务 不过项目反对者透露开发规划暗藏玄机 实际上会将场地转换成酒吧 进而带来噪音和酒精问题 墨尔本市议会管理层已建议批准相关申请 议员们将在今晚的会议上进行探讨 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133个城市的150多样物品 进行价格对比 得出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 结果显示澳洲所有州府城市的生活成本昂贵程度排名有所下滑 其中澳洲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依然是悉尼 排名第16位 但与上一次调查相比 名次下滑了6位得到89分 墨尔本得到86分排在第22位 与上次相比下降了8个排名 据悉全球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是新加坡巴黎和香港 其中香港的排名相比上次上升了三位 一段视频揭示了发生在悉尼东园西田购物中心的楼顶停车场的可怕劫车过程 上周日下午52岁的桑德拉像往常一样购买杂货 当他往后备箱放弯物品并返回自己的车辆时 一名男子突然跳上了他的副驾驶座 反应迅速的桑德拉 踢开了驾驶座的一侧的车门 并滚到了水泥地上 摆脱这名劫车者 监控没有拍摄到的是 当时该男子用眩晕枪威胁桑德拉 该男子随后驾着抢来的保时机汽车逃离 而桑德拉则跑去寻求帮助 这名42岁的男子 而后被警方抓获 并被指控劫车等相关罪名 于下周上庭 新州警方将对平郊道口附近的 违规驾驶行为进行打击 主要针对在铁轨附近停车时 未能保持20米距离的司机 违反该项规定的司机 将被处以448澳元的罚款 并扣三分 此次行动是新州警方和新州道路安全中心 开展的道路安全意识 和打击违规行为活动中的一部分 警方将开展为期两周的打击行动 东北部的塔姆沃斯将是警方重点的关注地区 巡查警力会有所增多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组时政财经简讯 莫瑞信政府表示将为澳大利亚本地和国际学生提供新的奖学金政策 鼓励学生到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学习生活 每年奖学金一万五千刀 向一千多名优秀的本地和国际学生提供 与此同时 偏远地区就读的国际学生将获得额外一年的工作签证 随着新州大选临近 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联宣布将改革奥宝卡收费 将每周的公共交通费用的上限将至50澳元 此举可为每位通勤者每年节省交通费用多达686澳元 如果贝瑞吉克联政府在周六的周选举中获胜 奥宝卡新上限将从2019年7月1日起实施 BIGW百货在线限时促销活动于19日上午7时开启 将持续至20日午夜 其中包括Dyson的V6手持吸尘器 售价从529澳元降至349澳元 Breview Nespresso联名款咖啡机接近半价 各类儿童玩具可享25%折扣 其他的大减价商品包括服装 起价仅为1澳元 悉尼和墨尔本目前的房价下跌 是1965年以来五次楼市下跌周期中最快的一次 到2018年12月仅六个季度 悉尼房市的中价位就已经下跌了16% 而本轮下行的时间仅是平均下跌周期长度的一半 这意味着还有更艰难时期摆在前面 房价将有可能进一步下跌 布里斯班一套专房占据的地块面积 达到一公顷 住宅内部面积也达到了700平米 包括6间卧室和4间浴室 此外还有娱乐室 书房 观景平台 壁球场和户外游泳池等区域 该房产在上周六完成拍卖 售价仅为167万澳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澳洲新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澳洲资讯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